这一道要献给大家 它是宝岛曼波 好 这时候开始要唱那首歌 波豆 曼波 曼波 波豆 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产发处 所规划的2024永续海洋生态 国宴成果分享会 特别在国门广场的玻璃屋登场 邀请生态饮食设计专家 跟基隆在地厨师一起创作 让基隆的在地海鲜升级 并达到永续海洋的概念 在4月份的时候 已经集结了上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生态厨师 他们针对台湾的几种国产的鱼产品 常见的平价的鱼产品来做设计 因为其实好的料理不需要昂贵稀少的物种 而是我们随手可得的这些物产 所以我们从台湾常见的大概11种鱼产品 比如基隆的小卷 白带鱼 青鱼等等 还有南部的湿木鱼 牡蛎等等 11种来做发想跟创作 那在这两个月的期间呢 这些生态主持总共特别针对海洋 海鲜比较擅长的主厨 大概有35位生态主厨就留下来制作 35道海洋的创意料理 那还有特别也邀请了基隆的团队 基隆的餐厅团队有三家餐厅也来组成一组 总共是七家一组 总共八组的这个生态的这个国宴的食谱 今天都在这个场地呈现 那总共有40道菜的这个菜单跟食谱都会集结成 然后送给我们基隆市政府来作为推广 那先讲这个白带鱼 张旗这是张旗设计的 那里面会有老菜脖 老菜脖其实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黑金 所以我们跟有闪亮亮银色的白带鱼一起去蒸 然后里面也有用到新鲜的白萝卜 还有菜脖 主要是三代同行金银共融的概念 那当你们来到了基隆 谢谢你们来 你们应该会看到我们有很漂亮的山很漂亮的海 乍见山海就是我们一起去呈现的 基隆有山有海 那每一个时期有不同的食书 会在这个地方产现 然后再来是我在八斗子 然后我念海大 我在这里生活了20年 所以我用一个我透视到我凝视 我看到的基隆我看到的海洋在这个培养皿上 你们也可以这样凝视到这个培养皿 其实这个培养皿也等于是这个基隆的海培育了我们大家长 所以我们呈现的话是沙茶里面有加咖喱 然后味道也是很丰富 又加了我们FRI里面的海鲜花枝 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养殖的蚵仔 所以是蛮新鲜的 那另外这边也有那个我们的海鲜的虾 然后另外这个炒冬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使用鱼翅 然后我们用那个冬粉来代替 通常在板斗菜里面的话有很多鱼翅根啊 所以我们尽量鼓励说大家用其他的食物去代替 另外的话这边也有我们做的那个鬼头刀的慕食 像我们现在实在实当季的产品 像鬼头刀大出 所以我们是使用说用 让鬼头刀用盐取鱼去腌制它 然后再做成慕食这样子 就是友善鱼法是什么RFI的鱼种 然后我们其实基隆人常常在吃鱼 可是到底要怎么样选鱼 然后对这个环境才是友善的 那借由这个活动像很多的不同城市 来到基隆的生态厨师 其实他们对于基隆的印象就有非常多的香料 然后跟小卷 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是别的地方来看我们 然后等于是我会去一直反思 我们自己用到的食材有没有他们那么丰富 市长谢国良说 市府将持续辅导农鱼村社区产业 转型成以在地特色物产为主轴的生态旅游 这次的基隆生态国宴成果分享会 市府未来也会将食谱导入社区发展特色 透过食材故事 生态永续 让这次的永续海洋生态国宴计划持续发酵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今天人放入社区 按住那样 周围 和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